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今天是2021年12月15號 12月18號呢 呃就是公投要投票啊 那因為12月18號那天呢 據說的天氣呢會不太好啊 所以投票率呢 可能會受到影響 希望這個朋友呢 無論如何 哈哈哈就是呢 不要怕這個天氣這個變 降溫啦或者是甚至於是下雨啊 特別是在這個北台灣 要出來投票啊 要過這個門檻呢 真的還蠻拼的啊 要有依照哈 要有495萬6367票哈 嗯依照公投法的規定啊 有效票呢 要多於不同意票 而且呢有效票 有效的同意票呢 要達到 呃投票權人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真的很拼哈 要有495萬6367票 這個495萬票 就等於是496萬票了哈 所以現在大家就拿那個500萬票來作為這個門檻 這個門檻 就是降響比較快了哈 這真的非常的高啊 這個呃韓國瑜選一個總統也不過才500多萬票啊 那我們這個呃投個公投票啊 就是對市而不是對人啊 對人的話大家比較有激情哈 我們今天呢 啊為了誰啊 我們大家出來這個投票 為了這個市呢呃就沒有這麼的 就動力就沒有那麼的強啊 所以呃現在呢呃各個陣營啊 藍綠這個陣營呢就在拼命的這個催啊 就民進黨呢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是很怪哈 就是如果民進黨沒有這樣子的大力的催哈 其實公投呢就冷冷的啊 冷冷的他可能門檻都沒過哈 就算是就藍營也沒錢啊 藍營就喊喊破了喉嚨這個聲嘶力竭的話 恐怕呢這個呃公投呢就都過不了啊 那為什麼藍營呢要催的這麼的呃 不綠營綠營綠營呢 為什麼要催的催的這麼的厲害 我覺得他們看到了過去啊 前面幾次這個罷免案的呃 公投特別是在王浩宇那一役啊 呃當他們沒有這個參與的時候 當他們沒有參與冷處理的時候呢 王浩宇就被罷掉了 那他們也很擔心就是 這一次的公投呢呃 當然對民進黨來講最好就是說 你反正這個門檻都沒過哈 如果說我們都不動啊 門檻都沒過啊 的話呢那就通通都就都死掉了啊 但是呢如果不是這樣呢 如果說被激起來了啊呃 讓這公投過關民進黨呢 他就可能他會擔心他得到會變成 立委的這個部分呢就依照呢 他們上一次啊這個選舉在立委呢 得到的這個政黨的同意票啊 就政黨的政黨票啦 好來做一個比較的這個基礎啊 那縣市議員鄉政市長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比較難比啊 所以他們就說要以你這個催票的程度來做 所以那你想他的獎勵會是什麼呢 那肯定就是提名嘛啊 呃你今天呢你在公投上面呢花了多少的心力啊 所以呢呃就會變成是你未來呢 你能不能夠被被提名的一個參考的標準啊 呃對於民進黨來講當他使出了全黨的這個力量啊 從上到下啊呃權力的強烈動員的時候呢 這個對他們來說打成這個政黨對決是有利的啊 他們要把這個基本盤給換出來 所以他早就已經不是什麼科學的論證啊論辯啊是非的 這不是啊他的只有政黨的標籤就政黨的立場啊 只有被民進黨呢去抹成了這跟康東寶臺有什麼關係啊 反正他就是一個意識形態上面的對決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侯市長他在說什麼啊 就是侯友宜市長他在說什麼啊 他就啊還是在講就說呃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科學的這個辯證啊 哦不是說你叫我出來投我就要出來投啊 我只有圈圈叉叉啊啊 那你的你的對象你的最大的呃你們要挑戰的最大對象 這個執政黨當他已經把他變成是政黨退決的時候 他有你侯友宜閃避的空間嗎啊 我今天看到嗯這個媒體的報導說 侯市長的這個簽字文PO出來之後呢 各方的反彈這麼大啊他們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如果說有呃如果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覺得他們的政治幕僚呢要再加油啊 怎麼可能啊就在這麼一個呃 這麼一個氣氛已經被民進黨拉到這麼對決的這個時刻 你弄了一個不痛不癢 而且其實事實上他這個他這個他這篇簽字文 要告訴大家就是說你不要逼我表態 哎你不要逼我表態 反正呢嗯我呢就是要繼續這麼曖昧的下去 但是就嗯不表態別逼我就是六個字哈 其實就這六個字而已啊 那你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呃怎麼可能對於像現在 哎還有那麼多黃世修楊指斗他們都已經在那邊絕食了耶 當然都已經拼到這樣子的地步的時候呢 你作為呃現在呃民調各方面的這個支持度呢 都是最高被認為是在2024呢 藍營呃最有可能呢去挑戰2024大位的人 你怎麼可能對這件事情沒有看法嗎 你怎麼可能覺得說你在這件事情上面的這種曖昧 難道會得到大家的支持嗎 就就只有民進黨只有民進黨綠營看得很開心而已啊 就就很開心啊 以侯友宜的態度如此之曖昧 你稱讚他的人呢通通都是綠營的人 哈哈哈哈 就說你怎麼可能會覺得說你你發表的這樣的言論 哦大家不會有反彈呢 所以侯市長這樣子不行的啦齁 就說作為一個呃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有一個關鍵指標的一個這個政治人物 你對這些事情這個是非啊態度的這個立場上面 你當然要有你的你的原則啊你的看法啊 然後你的主要的就是你要號召你的民眾跟你出來跟著你走嘛啊 那呃你在這些事情上面都沒有一個清楚的一個態度 你只想要這樣子啊靜靜的啊然後呢擦邊球的啊然後低調的 然後就這樣子過了一關一關又一關然後就能夠到大位天底下沒有這麼簡單的這個事情啊 嗯所以侯市長在呃最後的這個關頭他還是要有一個清楚的一個態度啊 就是你在這四項公投上面呢當黨中央已經做成了這樣的決策啊 就是四項呃四個都同意啊台灣更有利啊四個同意就是民意的時候 那你侯友宜的態度是什麼好嗯鄭文燦我就說鄭文燦呢他們這些人他們難道不知道萊豬 開放萊豬是很違反民意的嗎但是他們在呃黨的大旗一揮的情形之下有人敢說不嗎有人敢退卻嗎 對不對然後呃就睜著眼說瞎話說不讓萊豬進口我們就沒有辦法呃進入到CPTPP就沒有辦法進入呃國際貿易的談判 他們就是用這種東西用這種胡說八道來麻痹自己嗎 那他們都這樣做了那你你是那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你你反而你支持你支持反萊豬啊那你支持公投綁大選嗎 你支持珍愛藻礁嗎那你在和和四的這個立場上又是什麼呢 當現在呢已經被逼到說被民進黨呃打成是這個政黨對決的時候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你為什麼覺得說你可以呃自外於呃整個藍營的這個立場整個黨中央的立場 他們就拿你沒奈何呢啊我覺得這個盤算這樣子的盤算這樣子的一個計算也太也太取巧了啦 然後呢另外呢就是大家很關心的啊就是呃在春節期間 因為我們從昨天開始已經實施這個春節的方案啊就是入境啊7加7 入境7加7啊那黃珊珊呢台北市副市長就很擔心說啊這個入境7加7呢就會變成是一個破口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防疫的這個大挑戰啊我覺得這也是也不是啦哈 關鍵是說因為呃我們呃昨天嘛是不是昨天這個呃指揮中心呢公布了一個案例啊 他是呃入境之後呢完成了這個14天隔離之後然後在這個居家的這個期間呢被發現說有染疫 而且他的CT值很低啊CT值才12就表示他的病毒量很高啊 那他也是經過了14啊14天的隔離啊 那他經過了14天隔離了之後呢他也是在解隔離之後才被發現的啊啊 所以顯然這跟7加7無關嘛啊那所幸呢這位呃女女這位女生啊這個女生是女生嘛是不是 他呢行進他的行程都很單純呢都只有在他他的這個呃住家的附近啊 所以他的足跡呢非常的單純而且他家人同住的四位這個家人的呃PCR出來了啊 都是這個陰性不過當然還是要注意啦齁就說嗯你現在陰性呢並不保證說你你真的確定沒有染疫 因為這位呃CT值12的呃這位染疫者呢他在解隔離的時候呢呃他在這個呃14天隔離完之後他的也是啊他也是呃PCR呢都是陰性啊 那所以嗯可見就是說是14加7還是7加7跟你是不是會染疫啊會不會讓這個病毒呢跑進來啊進入到社區他沒有這麼直接的關聯啊他還是在於你之後的時候呢你7天隔離完然後7天自主這個健康管理 之後你還是應該啊還是應該就是呃把口罩呢戴滿戴好我覺得這個口罩戴滿戴好啊 這個對於呃我們在防疫上面的成功呢是真的是扮演了很關鍵很重大的角色那現在啊呃這位呢CT值12的呃染疫的朋友呢 現在還不知道說他到底是Delta還是Omicron啊那如果說還是Delta的話呢那就跟那就跟他們擔心說啊這個呃Omicron會呃因為7加7而進入到呃台灣來會呃把我們的防疫呢造成一個大破口那就更沒有關聯了啊所以這是要先搞清楚啦啊然後呃已經開始實施7加7了啊 好那就是希望呢大家在這個7天的就算是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之後啊還是要把這個呃口罩呢戴好啊呃這個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呢在第6天的時候呢要進行PCR檢驗 檢驗第10天呢要居家快篩檢測第13天呢再做PCR檢測啊所以就是說嗯整個啦整個呢就是希望能夠呃加強的這個檢測啊然後來做好這個把這個意外呢減到最低啦啊那如果說這個Omicron他現在雖然說他傳染的速度挺快的啊可是他造成重症和死亡的案例是少的話 我們好像也其實也是不用這麼的不用這麼的擔心啦啊那至於要不要再加打第三劑呢我看先大家先打滿兩劑之後再說吧啊呃這個比較這個比較重要啊好好還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消息啊就是說因為呃侯友宜呢昨天發了一個呃千字文臉書之後呢很多人就說哇這個表示他這個表態了啊他跟這個呃國民黨呢要採取是一個呃 若即他一直都跟國民黨若即若離啦我覺得大家是到底是怎麼看出來的很多人就說啊昨天看他那個千字文就表示呢他不選這個新北市長了他要持工2024哪一點哪一點大家看出來了我真的蠻好奇的啊 那後疑是說大家想太多了大家想太多了然後呢就繼續講他那個呃漂亮的言語他說我只想全力守住這塊寶地找回台灣每個人善良淳樸和團結的心那你先團結大家吧你呃不表態其實是沒有辦法團結大家的 我只能說他吃到一個呃不表態的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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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不表態